有很多时候二次方程都会被用作用来计算一些和钱银有关的事物 那好像这一条那样,那它就讲到电费加价,那它就每道电就会有向上调升X%的空间 那现在有一家企业就打算靠节省用电量的0.5个X的百分比 那看看可否省不省电,那但是发觉它是省不了的 会帮补一点点,但是都是要比贵了 以前就比一千块,那现在就比一千一百零块 那问究竟电费呢,总共加了多少钱,就是加了多少%的升幅 那这条问题呢,比较容易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需要切X 那条题目神早已告诉我X是什么了,那我们只需要做的下一步呢 就是列个表,然后将适当的item放入表里就可以了 那个表就是这样列的 首先我们会有讲到每道电收多少次啦,收到多少钱啦 那呢,就然后有用量和合计哦 那理所当然,我们每道电收多少钱,和我们乘以我们用了多少电 那就是我们一个月要付多少钱电费啦 那旧制度和新制度呢 第一件看到这个新的制度呢,它每次都是refer回一个旧的制度的 例如这个往上调升,和比以往少啦 那都是refer回旧的制度,那这个是合用啦 那首先我们先setup了一个旧的制度的那条底线先,那条底线先 首先,旧的收紧一度电多少钱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那我们随便收紧一个未知数啦,例如Y 那旧的收紧Y这么多钱啦,是不是? 那,它既然叫做底线呢? 那当然当它是100%啦 OK 那那用量是什么呢? 那这个真的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呢 有一个提示呢,就是说 我们以前呢,就给开1000元电费的 那现在呢,就要给1105元 那所以,以前的用量呢,就是 比所当然,1000除以Y啦 OK 然后,对于新的制度来说呢 新的制度,首先,电费已经向上升啦,每度电 那所以,我们就会说 以前的旧的制度是Y啦 现在呢,现在向上升了,所以要乘以1 加X的%啦 那,又看回用量啦 用量呢,比以往少0.5X的百分比 那所以呢,旧的用量呢,是1000除以Y 比以往少嘛,就是1-0.5X的百分比啦 那这两者乘以来呢,就是等于我们的11805啦 那发觉这条式呢,它的分母和分子各自都有Y的喔 那呢,cancel完之后呢,我们最终得出呢 其实以前,我们收紧1度电多少钱呢 是对于这条题目来说是不重要的 那把它列了一条息呢 我们就,有这个啦 列了一条息之后呢 我们发现 条息在说的是,你以前在付多少钱 然后,电费加了啦 用量减了啦 那只要将这个升幅这两个 这个比例的改变呢 不是,是百分比的改变呢 乘下来呢,那就会得出我们 究竟这个在新制度之下 我们要付多少钱的啦 那既然是这样呢 事不宜迟,然后我们就 立刻计个X是怎样啦 那我们看到X呢 是搭着这个百分比的喔 那我们要怎样做呢 我们当然最想就是踢走这个百分比啦 那踢走百分比的方法呢 有很多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将,货户里面的这个东西 乘100啦 那乘以100之后 百分比也就是一百分之一 我们乘以100之后 的百分比就是踢走啦 那我们看到有两个 那这个呢,又乘100啦 但是,我们 无端竟然乘了两个100啊 那我们要找东西去除的嘛 那刚刚这里有一个数 我们就把这个 去除以 一百的二次方 一百的二次方 一百的二次方就是一万 那一千除以一万 也就是 0.1啦 那0.1这个乘100之后 会怎样呢 1乘100就是100啦 加,加X的百分比 乘100 就是X啦 而右手边这一百 都是100 减0.5 那百分比就没有了 就变成0.5X了 等于 1105啦 那然后呢 我们可以 将这个0.1 踢过去右手边 然后解了这个货户 把它炸开 100乘100就是10000 减0.5x加x 两个都是乘100 那就是加50x 然后减x乘以0.5x 就是负0.5x的二次方 等于把这个0.1踢过去之后 就会等于11,050 然后就是手把眼见功夫 我们直接把这一条式的等好左手边的东西 全部踢在右手边 那一条数的形就出来了 全部踢在右手边之后 我们有0.5x的二次方 减50x 加1050 等于0 那还没做完 那我们看到 好 这里又多了个0.5x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整条式乘以2 那就可以踢走0.5x 所以 这次写在右手边 所以我们最终得出一条 generalize the form 其实这个做都可以的 不过0.5x 比较难处理 所以整条式乘以2之后 我们会有x的二次方 减100x 加2100 就等于0 OK 那2100呢 其实可以拆解的 那你用这个交叉 双成法呢 那交叉拆开完之后 2100 就会可以拆出 一个是-30 一个是-70 等于0 那所以 这条式呢 那我们就会有两个解 其中一个解呢 就等于30 那另外一个解呢 就等于70 一般呢 二次方程呢 都会有两个解 那这个不需要多说了 已经说过了 那但是呢 有时呢 二次方程的两个解呢 对于文字题来说呢 未必全部都合用的 那呢 我们一般都要做多一个 研算的过程呢 那呢 这一条呢 电费要是向上升30% 要是向上升70%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省电呢 为了要 令到不要这么贵呢 要给回这个钱呢 那我们 省电呢 要是省15% 要是呢 就省35% 很漂亮 那这条数来说呢 嗯 从数学上的角度来说呢 答案 两者都成立的 但是对于现实来说呢 其实叫一家公司 你省 无端端啊 要省35%的电呢 就 那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真的好味 那你说15%呢 其实都还算OK的 那如果给我呢 我就会回答15%的 是的 就是如果给我选择的话 那我就会reject了 这个第二个答案 就是我会说这个不对的 那因为省35%的电呢 就 机会比较明 那 那 不过anyway 那 从数学的角度 我刚刚说过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两个答案都是 acceptable 那所以我们只要 答上这个 x等于30 或者70 那x equals 30 我说70 那搞定了 这条数就是这个意思了